美國會通過決議 保護港人制裁中共 歡迎收聽《紳士角聽新聞》 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紐約民主黨議員米克斯是130號決議案的發起人 他在國會呼籲議員傳票通過這項決議案 米克斯說通過這個決議案 國會兩黨強烈要求中共和香港政府 尊重香港人的意志 這個跨黨派的決議案最終以告票通過 僅一票反對 決議案譴責中共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繼續侵犯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賦予中共和港府釋放因為港版國安法 而被捕的香港民主人士和政治家 並鼓勵美國總統、國務院及財政部 與其他同盟和合作夥伴 幫助港人得到保護 決議案支持在國際法庭上對中共政府不遵守 《中英聯合聲明》法律承諾的訴訟 繼續對中共及港府官員制裁 並與盟友合作以確保制裁的執行是多邊性質的 當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參加了香港民主委員會主辦的香港政策會議並發言 佩洛西說 和大家一樣看到李柱銘和其他民主人士因為和平抗議而被判刑 我非常傷心 審判和判刑進一步證明北京對法治越來越多的攻擊 他提到了有關香港自由的130號決議案 說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大聲說出北京的鎮壓 並確保中共政府試圖滅聲的聲音被聽到 在國會討論130號決議案時 佩洛西到場發言 他強調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議題一直是跨黨派的 港人對中共打壓的反應是 完全自治的夢想是不會被不公正或恐嚇熄滅的 香港人希望美國國會繼續為他們發聲 為他們爭取曾經被保證過的自由 新澤西州資深民主黨議員克里斯·史密斯表示 這個跨黨派決議案非常重要 而且現在非常需要譴責中共一直以來在香港對人權和法治的迫害 他還列舉中共對人權的迫害 包括對藏人、對維吾爾族人現在已經演變成種族屠殺 以及對信仰自由的迫害包括法輪功 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德州共和黨議員麥巧爾表示 在香港街道上再也看不到港人在和平抗議活動中揮舞美國國旗了 他們展示自由的象徵可能會因國安法而被捕 可能會被判終身監禁 他說即使熱愛自由的香港人沒有辦法再公開要求我們的支持 我們仍然聽到他們的請求 美國人聽到他們的聲音 我們繼續與香港、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這個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位於美國華盛頓DC的香港民主委員會 從19日到21日進行為期三天的香港政策會議 討論有關香港的國際政策 在外國的香港人怎麼可以幫助香港 在外國怎麼申請庇護 以及怎麼使用科技來幫助抵制中共的專政等 香港民主委員會的常務董事朱木文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上星期中共對香港在官方、司法、新聞自由方面 多管齊下的襲擊和打壓 對多位資深民主派人士進行重判 可以說是將他們作為人質來要脅香港 但是朱木文強調 中共會發現 他所做的這一切 會令西方支持者覺得 這是對個人的攻擊 譬如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李柱銘有多年私交 這樣的攻擊 會令西方對香港的支持上升到個人層面 令他們對香港自由更加關切 朱木文還提到對大紀元印刷廠的攻擊 我扭不出被破壞報紙印刷更貼切的 壓制新聞自由的象徵 中共的目的不僅使香港沉默 而是在抹除歷史、改寫歷史 香港民主委員會成立於2019年9月 是第一個香港人在美國發起的遊說組織 今次會議邀請的演講嘉賓 有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以及來自共和黨民主黨的參議員和眾議員 包括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 奧克拉荷馬州民主黨參議員傑夫·麥克里 和麻省民主黨眾議員吉姆·麥高文 德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 奧克拉荷馬州共和黨參議員 詹姆士·蘭克福德 佛州共和黨參議員 李克·斯科特 以及加州民主黨議員 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成員 亞米·貝拉等 有香港獨立英文媒體日前報導 數據顯示 近年來港府斥資近億元港幣 聘請多家美國遊說團體 對美國政界進行遊說工作 但仍然無法阻止美國國會通過多項涉港法案 近日香港自由新聞報導 香港金融管理局審查了香港貿易發展局 多年來提交的文件 發現從2014年到2020年期間 貿易發展局向美國遊說公司支付近8400萬港元 在此期間 發展局還從它的總部收到總計3.74億港元的運營費帳單 這些資金來源和去向 都是美國司法部 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規定 所必須披露的範疇 根據進出口數據庫的文件記載 香港在2014年和2019年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後 貿易發展局的遊說者和美國的參議員 眾議員及其工作人員 至少舉行過幾百次通話和會面 其中至少有6次面對面的會晤 是專門討論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投票的前一個星期 2019年9月12日 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麥德偉 通過安排會晤當時的反對黨 民主黨加州眾議員Alan Leventhal 由民主黨前議員Bart Stupac的遊說集團 Venerable LLP任中間人 同一個星期 香港抗爭領袖黃之鋒、何韻詩、張坤陽 到美國出席聽證會 Bart再發出三封電郵 為港府安排入稅 一個星期後的9月25日 這個議案 獲得幾乎一致通過 第二天Bart再同時 時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議員Illiot Engel會面 Illiot曾發聲明強烈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2020年11月27日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 以研判香港自治地位 是否仍滿足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規定 並據此考慮香港是否應繼續享有特殊待遇 這個法案還要求 美國總統在該法案生效後的120天內 提交香港打壓新聞出版等基本自由和人權 以及將相關人士引導到大陸拘留和審判的責任人名單 並依法凍結這些責任人在美國的財產 拒絕他們入境美國 另外今年3月 貿易發展局再次以280萬港元和另一個游稅團體 BGR Government Affairs 簽約 宣傳香港獨立經濟及關稅地位 但去年特朗普政府已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流亡海外的香港前議員羅冠聰 在他的Facebook上諷刺港府大概是忠誠的廢物 他表示 法案當年在參議院一致通過 在眾議院也只有一票反對的情況下 壓倒性通過 8000萬港元的天價游稅工程 換來是眾議院一張反對票 你說夠不夠廢? 港府遊說工作曝光後 港府犯人聲稱 他在華盛頓特區的代表 主動向我們的對話者和聯繫人解釋香港的情況 並提出強烈反對香港法案 目前公佈的訊息無法清楚顯示 香港貿易發展局在美國設立的辦事處 如何在大約6年的時間裡花了上述巨額的資金 香港自由新聞在報導中說 發展局在1970年首次在美國設立辦事處 以促進兩地的商業交流 這個機構在紐約註冊為非營利機構 全年在美國舉辦幾十項商業活動 例如招待會、研討會、晚宴和元卓會議 討論在香港或亞洲的貿易和發展業務 此外貿易發展局還花大價錢刊登廣告 宣傳香港的貿易展會 相關報導的核心數據來源 包括陸落在美國的反應政治中心 這個中心專門追蹤美國政治中的金錢 及其對選舉和公共政策的影響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越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問並請 opaque 由赤子 制作回錄